你就是隨意的享受自己現在的心情 開直播在鏡頭前畫畫 透過藝術治療陪伴粉絲 57歲的小Q學姐 五年前從護理師退下來 透過自媒體做更多想做的事 一路從護理走來 其實我看到很多不同的人生樣貌 我們的下半身到底該怎麼過 可以讓自己的人生更完整 網紅不再是Z世代專利 68歲的梅珍姐平常愛拍照 用修圖軟體如家常便飯 他最大夢想是透過社群力量 幫助更多人 人生下半場的時候 努力去實踐我的夢想 我的夢想可能做社會公益吧 我最大的興趣就是學習 一樣是68歲的徐新陽 退休前是電腦公司負責人 還是薩克斯風街頭藝人 人生下半場開始學習 經營社群媒體找到新興趣 如果說我可以利用做網紅 來增加一點外快的收入 那也是相當不錯啊 他們最寶貴其實也是 人生上半場累積下來的時間 這些經驗都很適合拿來當做 一個網紅發揮的素材 當你退休之後會想要做什麼呢 有熟齡族搭上網紅經濟熱潮 開始了自己的網紅人生 同時也能創造出額外收入 因為現在光靠一份老年年金 已經不足以支付所有的生活開銷 收齡族對退休生活有了新的規劃 利樂 分享 開啟小鈴鐺 當年徐新陽和梅真姐借鈴退休時 因為有資金需求 選擇一次提領勞保年金一百多萬 除了他們之外 台灣還是有不少人選擇月領 根據勞保局統計 目前有一百四十六點五萬名退休勞工 平均月領一萬七千八百零六元 至於要一次領還是按月領全看個人規劃 也有人不願意退啊 他們就會覺得他還是喜歡 他現在做的這件事情 每個人就是他們自己有自己的考量 可能也還跟他自己的經濟背景 會計師不建議一次領 因為只要退休後活超過七年 就抵過一次領的金額 而每個人的人生規劃不同 依規定符合資格的六十歲勞工 就能勤領年金 若提前領 每提前一年 按給付金額減幾百分之四 最多提前五年就減幾百分之二十 若是延後勤領 每延後一年增幾百分之四 最多可增幾百分之二十 前後就差到百分之四十 之前的那個勞保的提領年紀 標準值是六十歲 那因為政府面臨這個勞保年金 可能有破產的危機等等 所以他延後了一個提領的年紀 會舒緩勞保年金破產 二零二六年後 法定請領年齡來到六十五歲 若展延五年也就是七十歲再領 這五年期間沒領到的金額是一百五十萬 按照推算 這一百五十萬要直到八十五歲後才追得回來 一早領的話我雖然領的只有八成 因為我少了二十Percent嘛 可是我多領了五年 這樣換算下來的話 我要到八十五歲以後我才可以領得比你多 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八十五歲以後才跟上帝喝咖啡 這個就每個人的狀況不一樣 延後退休是否一定有隱藏好處無法定論 國人平均餘命八十一點三歲 健康餘命只有七十二點四歲 但實際壽命多長 人算不如天算 不論早領晚領 還是要切記分散風險 做好下半場的理財規劃